在上个世纪的香港,有一个让富豪们闻风散胆的任务 他做了很多惊天大案,抢劫过运钞车,运输过军火 绑架过李嘉诚的长子李泽炬,赎金高达10.38亿 次年又绑架了香港富商郭炳香 他就是号称世界汉匪的张子强 由林家栋、任仙奇、陈孝春主演的《树大招风》 就是改编自90年代香港三大贼王张子强、叶继欢与继炳熊的犯罪经历 大家好,我是五侯兄,欢迎来到祝贺闯江湖 1955年4月7日,张子强出生于广西玉林市 那个时代,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一切归功 个人财物、金银饰品全部都要上交政府 干好干坏都一个样,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当时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制度完全不同 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 这段艰难的岁月史称逃港潮 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人次 中央政府为了遏制这股潮流 催生了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而彼时张子强的父亲携带年仅四岁的张子强 毅然决然地涌入这股洪流 逃到香港后,张子强的父亲身无分文 两手空空,为了全家糊口 凭借在家乡跟长辈学的一些中草药知识 在香港九龙游妈地的庙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凉茶铺 维持生计,现如今庙街是香港一条富有特色的街道 同时也是香港最富盛名的夜市 很多电影都曾以该条街道取景 但当时的油麻地鱼目混杂 管理非常混乱 几乎每天都有黑社会抖殴 受这样的环境影响,张子强无心读书 经常逃课跟街上的帮派成员混在一起 父亲担心他学坏 又想让他有一技之长 便把他送到了一家裁缝店 让他在那里当学徒 然而在裁缝店做学徒期间 他认识了后来团队中的汪凤奇 后来又通过汪凤奇认识了 有多年混社会经验的胡继书 胡继书成了为张子强出摸画策的军师 香港奢靡的生活 另不满足于现状的张子强 很快走上了混社会的道路 第一次被关进警局时 他才12岁 此后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当年香港的旅游业蓬勃发展 很多游客会去香港买劳力士手表 但大多数人都无法分辨真伪 常常会花真表的价格去买一块假表 张子强也盯上了卖假劳力士表这门生意 几年时间他通过卖假表赚了不少钱 但张子强试赌成性 卖表赚的钱根本不够他去赌博 情场得意赌场失忆 在何鸿燊的赌场里 输个精光的张子强 打算诈骗保险公司 于是他给自己的表铺买了巨额保险 又找来几个兄弟冒充劫匪 抢劫了自己店里的手表 装成受害者的样子上报给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件 很快就发现了其中有诈 张子强骗保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还遭到了保险公司的羞辱 气急败坏的张子强决定抢真劳力士手表 以扬名利万 在张子强的安排下 妻子罗艳芳到劳力士公司上班 担任资料录入员 主要负责把公司仓库的进货 出货信息等录入到电脑上 1990年2月22日 在香港启德机场 又来了一批新的劳力士手表 罗艳芳得知这一消息后 联盟告诉了张子强 这批手表从瑞士被空运到香港启德机场 在货运仓库门口 负责押送的保安公司 派来了一辆押运车和三名合枪实弹的押送员 为了防止有人抢劫 三名押送员快速的和机场货运站的工作人员 办好了交接手续 把40箱劳力士手表装上了押送车 就在押送员打算锁上车门的那一刻 五个蒙面人从他们背后冲出来 其中两个蒙面人冲到驾驶室 用枪抵在驾驶员头上 另外三人则用枪控制了其余两名押送员 逼迫他们上车并用绳子捆住他们 之后快速驶离了现场 按照保安公司的规定 押送员在押送货物期间要随时和公司保持联系 所以很快保安公司就发现出了事故 于是马上报了警 几个小时之后 一名巡警在香港九龙湾发现这辆押运车 打开车厢后 发现这三名被绑住了手脚的押送员 劫匪和四日香老理事手表都不见了踪影 后经证实这批手表价值高达3000万港币 对于这起明目张胆的大型抢劫案 香港警方高度重视 要派了大量警力 调查了很长时间 虽然最后发现这起抢劫案与张子强犯罪团伙有关 但由于证据不足 无法对他进行抓捕 这次抢劫成功 张子强和罗燕芳毫发无损 因他们变得越发疯狂 一年后 他们又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这一次 罗燕芳故技重施 提前到香港的一家护卫公司上班 在顺利获取了这家护卫公司押送货物的情况和押运路线后 把信息透露给张子强 1991年7月12日 香港一家银行计划把1.7亿港币的巨额现金空运到美国 这家护卫公司派一辆押运车和四名押送员 把这批现金押运到香港企业机场停在仓库楼前 一名押送员进楼办理手续 其余留下警戒 就在一切看起来正常之时 几个人影突然冲到了押运车前面 张子强嚣张到连面罩都没戴 手持双枪和其他四个劫匪迅速控制了三名押送员 整个押运车跳脱起来 像野马一样急迟而去 只留下一阵白烟 进楼办事的押送员出来后发现押运车不见了 急忙报警 然而为时已晚 警方赶到时 歹徒早已杳无踪影 1.7亿惊天结案在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警方调集了全香港最优秀的警力进行调查 但获得的线索并不多 恰巧几天后 警方得到一个消息 1比41万港币的存款经过验证 正是启德机场被截的1.7亿港币中的一部分 警方顺藤摸瓜 得知该笔存款来源于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 经过进一步调查 警方发现罗艳芳的丈夫 竟然是抢劫惯犯张子强 作案嫌疑巨大 因此警方立即做出了逮捕张子强 罗艳芳夫妇的决定 通过调查掌握了启德机场两次抢劫案的具体成员 除了张子强和胡继书之外 还有汪凤奇 李运和朱玉成 这几个人在得知张子强被捕后 马上死散奔逃 胡继书用抢来的钱在柬埔寨金边 开了一家名叫大世界的宾馆 而另外三人则都逃往大陆 因为当时香港还未回归 警方对他们也是无可奈何 1992年11月23日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张子强 抢劫罪名成立 被判刑18年 而罗艳芳则由于证据不足 当情释放 随后罗艳芳的一系列操作 令人瞠目结舌 为救丈夫罗艳芳四处奔走 到处为张子强喊冤 不惜花重金请最好的律师 甚至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引导舆论 他当着全香港几十家媒体 摇开裙摆 指着大腿上的一道伤口说道 香港警方刑讯逼供 他们在我大腿上划了一刀 然而我相信我的丈夫是无辜的 我表示坚决不同 此话一出 在香港引起极大的轰动 1995年6月23日 香港终身法院 裁定张子强抢劫罪名不成立 被当情无罪释放 香港警局还配上给他 800万港币精神损失费 一时间舆论哗然 张子强的名声传遍湘江 宛如那个时代下一颗人 上升的新星 从1991年被抓 到1995年获释 张子强在香港赤入监狱 待了将近四年 这四年时间里 他结识了一批育友 因为张子强非常有钱 经常接济欲友 黑道中的好名声 促使了许多人 愿意和他结成同盟 这里面首当其冲的 就是叶继欢团伙中的 头号干将 陈志浩 1961年 叶继欢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 第一个在香港 使用AK-47步枪抢劫的汉匪 任达华主演的电影 汉匪 便是以叶继欢的故事为蓝本 1984年10月 叶继欢在短短的20日内 在香港打劫多家金铺 后被判监禁16年 1989年8月4日 叶继欢在赤柱监狱服刑期间 讹成腹痛 被押往马力医院检查 期间叶继欢突然表示 内急要去厕所 在厕所找来两个玻璃瓶 作为武器冲出医院大门 是逢一扬客车停在医院门口 他强行登车 并违迫司机开车载他离去 后在黄珠康下车 转乘巴士逃走 1991年 叶继欢重出江湖 连环打劫关塘 雾华街五间金铺 只用了10分钟时间 平均两分钟打劫一家金铺 逃走路线干净利落 在与警方对峙的时候 他镇定了当街 举起AK-47步枪射击 香港警方曾一度将叶继欢 列为头号通缉犯 悬红100万港币通缉他 此时的叶继欢 因受到香港警方的通缉 而逃往大陆 他虽然和张子强没有交集 但是他的马仔陈志浩 却在监狱里和张子强关系不一般 后经陈志浩介绍 张子强和号称香港三大贼王之一的叶继欢 结下同盟 1996年4月12日 张子强同叶继欢等人 在深圳活凤凰餐厅吃饭 酒足饭饱后 开始讨论最近有什么发财的门路 张子强无意间看到了 餐厅一本杂志上 罗列了香港的十大富豪的名单 往桌上一摊说 兄弟们 不用再想其他的发财路了 这发财路就在眼前呢 张子强解释道 对于一个穷人来说 钱比命重要 但是对于这上面的人 命可比钱重要多了 当时的香港首富 是长江事业的李嘉诚 他索性决定就从排名第一的开始 不过他并未选择绑架李嘉诚 而是把目标设定成李嘉诚的长子李泽聚 他认为有李嘉诚在 给钱会更快 有了目标之后 张子强就开始安排分工 在一切都准备究绪之后 计划于1996年5月15日行动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5月13日 叶继欢和陈志浩前往香港 在香港西环登陆 与三名巡逻的警察相遇 双方发生枪战 叶继欢中弹 无法逃脱被捕 陈志浩和来接应的张子强 成功逃脱 在失去叶继欢 这个得力助手之后 张子强推迟了行动的时间 一方面担心叶继欢 会透露绑架李泽聚的行动 又想去医院营救叶继欢 但是张子强发现叶继欢 所在的医院戒备森严 逃无机会 在等待了一周之后 1996年5月23日下午5点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大公子 李泽聚结束了手头的工作 像往日一样 坐着他的日产总统牌叫车回家 此时张子强团伙早已埋伏好 当这辆豪车开到港岛南区 深水湾的一个拐弯处时 突然被两辆车 一前一后挡住了去路 一下冲出来几个戴防冻面具 手持冲锋枪的人 李泽聚的司机 马上意识到他们遭遇到了不测 并马上锁上了车门 这时有人用体验准备好的大铁锤 把车窗砸碎 并用枪指着车内的人 见此情景 李泽聚和司机也只好打开车门下了车 张子强将这两人压上了自己的面包车后 村府手下将李泽聚的豪车 开到了附近的停车场 在面包车上 张子强让李泽聚给家人打电话 告知自己被人绑架 便要求不能报警 李泽聚也没多想 马上就照做了 再把两名人质关押到 新界大窝村一间废弃的养机场后 张子强亲自给李嘉诚打电话 我叫张子强 是我绑架了你的儿子 李嘉诚没有一丝惊慌 张先生 你有什么要求请说 张子强说 为表示我的诚意 我亲自到府上来谈 欢迎吗 李嘉诚停顿一下说 非常欢迎 请问什么时间到 我们随时恭候 我已经在去贵府的路上了 我想不用我再重复了 你应该懂得规矩 请放心 只要保证犬子的安全 保证不报警 张子强又问 你为什么如此冷静 因为这次是我错了 我们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 但是一点防备都没有 早上五点多 我自己开车去新界打球 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围下来 而我却从没注意过这些 我要认真检讨一下 当晚九时 张子强腰颤炸弹 见到李嘉诚 简单的寒暄过后 张子强对李嘉诚说 李先生 你可以让你家里的警察出来了 我们可以在一起谈 李嘉诚当场表示 自己并没有报警 并说如果不信的话 可以打开每一间屋子 让其检查 于是李嘉诚 陪同张子强走遍了整栋房子 在确定李嘉诚真的没有报警之后 他对李嘉诚很有礼貌的说 李先生身为华人界的超人 我一直很敬佩 能和您面对面交谈 我感到非常荣幸 上海沉浮 每个人都有机会 张先生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不想过穷日子 其实我们这些人干这个 也只是想要一个安家费 今天我受人所托 就李公子的事与您协商 我们也不会狮子打开口 李先生富可敌国 就跟李先生先借个20亿 全部要现金 不要新潮 限期三天时间 李嘉诚沉默了一下 当着张子强的面 给银行经理打电话 银行经理表示 整个香港也凑不够20个亿 最多能有10个亿 李嘉诚翻了电话后 耸了耸肩说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家里现在有4000万的现金 张先生可以先带走 张子强听完一拍大腿说 李先生我佩服您 我也表示我的诚意 10个亿就10个亿吧 款到立即放人 早一点解决 李公子就能早一点回家 不过4000万听着不吉利 我退给你200万 只拿3800万 请放心 钱拿回去之后 绝对不会亏待李公子 说着 从包里拿出几落现金 背起包就走了 两天后 张子强拿了11现金之后 亲自开车把李泽聚 送到了李嘉诚 自家的一间酒店门前后 扬上而去 这中创造了世界绑架金额之罪的大案 就在这不声不响之间完成了 事后张子强在10.38亿赃款里 读得4.38亿港元 张子强是个嗜赌如命的人 常常一夜就会输掉几千万 到了1997年4月 绑架李泽聚分到的4亿多港币 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时 他又一次拿出了那本 有着香港富豪版的杂志 这一次的目标是香港排名第二的富豪 新鸿基地产董事长郭敏香 1997年9月29日下午6时序 郭敏香驾着一辆宝马车准备回家 当他的车开到香港海滩道附近时 和李泽聚一样 又是有两辆车拦住了他的去路 但不同的是 当劫匪们把郭敏香劫持到 马鞍港200号房子之后 郭敏香死活不给家里打电话 为了惩罚不听话的郭敏香 他们将其衣服脱到只剩下一条内裤 塞到一个小木箱中 只能蜷缩身体 生不如死 第四天实在扛不住了 才给家里打了电话 张子强随即也找到了郭敏香的老婆 这次张子强准备要14亿 经过多番卧旋 郭家于10月3日支付6亿港元赎金 因被绑架和被虐待的恐怖经历 郭敏香身心受创 在获释回家后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才康复 绑架郭敏香 张子强又分得3亿元 两次绑架一共得到7.38亿元 但由于两家都没有报警 导致香港警方也没有办法给张子强定罪 这更让张子强名声大噪 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张子强在绑架了李泽聚和郭敏香之后 开始大肆挥霍 他在何鸿燊的赌场里流连忘返 输了钱的张子强不甘心 于是在1997年10月 他又策划绑架澳门赌王何鸿燊 他先是派自己的手下去 何鸿燊的别墅附近打探 自己乔装成修理工潜进何家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何家的保镖一下就把他给识破了 情急之下 张子强开枪反击才得以逃脱 绑架何鸿燊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在澳门赌钱的这段日子 或许就是张子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 绑架澳门赌王何鸿燊失败之后 他又计划绑架香港部政司司长陈方安生 想用他交换被捕的同伙叶继欢 再次失败后 张子强通过陈志浩的关系认识了钱汉寿 这个人可以从大陆搞到炸药 于是张子强给了钱汉寿十万港币 很快搞到一批炸药 便将其放在几十个白色的泡沫箱中 通过渔船运至香港新界上水里云门码头 飞虎队警员看见这伙人往车上搬泡沫箱 本以为只是正常的渔民在搬海鲜 但是张子强的那辆黄色兰博基尼太过抢眼 感觉十分异常 于是远远的跟着这辆车 一路来到了新界的马草笼村 发现那群人将这几十个泡沫箱放到了一间青藤蝉药的铁皮房内 于是警方小心翼翼的装了一些粉末拿回去化验 化验的结果竟然是炸药 香港警方马上派人队装有炸药的铁皮房 24小时不间断监控 过了几日 汪凤奇带着两个人进了那间铁皮房 一对河湘实弹的警察将汪凤奇三人拘捕 40个泡沫箱里装的炸药有818公斤 这些炸药的威力足够摧毁香港几栋摩天大厦 张子强从大陆搞炸药到香港 一种说法是要炸市入监狱救出业绩婚 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子强打算用这些炸药对付尹国居 关于这个炸药的用途张子强据不坦白 如今已经无从考证 但这些炸药却成了张子强的滑铁炉 由于汪凤奇被捕 于是他仓皇的从罗湖逃到了深圳 然后去了东莞的老丈人家暂避风头 在张子强连续绑架两位香港富豪 并私藏800公斤炸药等一连串答案发生后 在中央领导的受益下 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秘密的工作会 会上公安部决定成立专案组 抓捕和铲除这个作案团伙 1月23日 张子强来到广州白云机场接他的军师胡锦书 两人商量之后开着车一路去了珠海 把车开到了高尔夫山庄别墅 两人没想到的是 此时专案组已经盯上了他们 但因为是高级别墅区 尾随监视的警察只能在门口遁守 这个小区的保安发现警车久久不肯离去 就挨个给业主打电话 询问这辆警车的情况 当张子强接到保安的电话后 就知道大陆的公安已经盯上了自己 决定马上逃跑 趁着夜色 两人翻过别墅的围墙 失魂落魄的两人来到拱北的一家洗浴中心 第二天清晨 已如惊弓之鸟的两人 在拱北宾馆外仓皇上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向二线关驶去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警方已经盯上了这辆出租车 红色桑塔纳出租车 一直沿高速出了珠海向江门开去 当车要经过江门外海大桥收尾站时 遇上严阵以待的公安干警 开出租的是一位女司机 她并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谁 也不知道警察设卡要查什么 警方示意她下车 司机刚下车后 一群手持冲锋枪的警察 立即将出租车团团围住 此时车里的两人知道大事已去 乖乖地下了车 1998年12月5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这一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的案件 做出了终审判决 张子强 陈志浩 马上忠 梁辉 钱安寿等5名主犯判决死刑 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 依法核准其死刑 在最高法院宣判完毕之后 11时15分 这5名案犯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至此 横行陆岗两地多年的大富豪犯罪集团 彻底覆灭 张子强扶朱后 35岁的罗燕芳变卖了所有家产 带着孩子和巨额财富离开了香港 移居到泰国 过上了隐形埋名的生活 这里是祝国闯江湖 我是五猴兄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见